一个人如果去邪书师那里寻求什么 那么他四十天的工修无销 来到邪书师那里干什么呢 比如他们来到邪书师那里通在一个房间当中 即使是给他打电话询问邪书师那么他在拜工四十天 或者是看电视上邪书师来讲座 或者是上邪书师的网站 或者是用现在的社交软件和邪书师进行教育 这倒是追随一些图识的一种表现 也就是用于邪书师的一种表现 或者是用于邪书和邪书牙梦 邪书牙梦或邪书牙梦 这些邪书牙梦 如果发弃了邪书牙梦 这就是邪书师的一种表现 你不能接触了40天 以及看一些杂志上的一些关于战兴术的一些东西啊都是使自己的拜公四十天不休 看手相 以及其他的写术师用杯子啊等等一些诗的一些写术的一些方式 如果他认为写术师说的是真的相信了写术师那么他已经犯了隐蔽的罪过 相信写术师所讲的话那就是对先知的生平的一种隐蔽 有些人说我只是看写术师的杂志写术的杂志只是读一读我不相信 有些人我们就说我们就看一看电视上演的写术的节目我们并不相信他 这种情况也是四十天拜公无效 有可能你看了以后过一些时间突然有一些东西你相信他了那就是对先知的一种 我们必须要警惕要远离这些事情 因为来到写术师那里的行为并不一定是只是和他坐在一起 和他进行通讯读他们的杂志看他们的电视等等这都属于来到写术师那里